好的,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第五课的课文了 这个课文叫做el grima 在这里面就有一个要讲的点 就是这个grima,grima这个词呢 它是一个以A结尾的阳性名词,是气候的意思 OK 那我们就来看了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一段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的点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呢 这四个词分别是什么呢 primavera 春天 verano 夏天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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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接着来看 是 是四种天气的这种变化 四种天气变化 在这里面 是一个 是加上附属第三人称 我们说它是一个自负被动 自负被动 是产生的 是在这个 所有的年份里面 每一年都产生的 在这个寒冷的地方 以及温和的地方 在寒带和温带 它这个产生的 在热带地区 这个热带地区 基本上是 不被察觉到的 可察觉到的 OK 在这里面 是被认识 是加上附属第三人称 被认识 被认识 作为什么呢 作为 四个游戏 一年的四季 OK 这个就是 第一小段 如果 在这里面 这个是不是 我们说的 比较装備的 那种变法 比较装備 那种过去 未完成时的 一个变法 它在这里面 它是不是 然后主句里面 它是一个 从句里面 用虚拟式 过去未完成时 然后主句里面 用简单条件式的 一个搭配 表达对现在 或者是将来的事情 不太可能实现的 这种条件和假设 条件和结果的假设 OK 就是 如果我们是 这个北极 或者是南极的居民的话 事实上 我们不是 事实上我们不是 OK No tendriamos idea de estos cambios de grima 我们也不太会知道 我们也不太会 不太会有一个 清晰的概念 对于这些个 气候变化 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事实上呢 事实上是 我们既不是 北极或者南极的居民 我们也对这个 季节变化 有一个认识 所以呢 它在这里面 它在这里面 使用这样一个 虚拟式过去未完成时 配合简单条件式 表达的是 对现在 或者是将来 的这个条件和结果 进行一个双重的假设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 在这个 河南极地区 在这些地区呢 el año se divide 在这里面 dividirse dividirse 是一个 也是一个字符动词 把自己分成 把自己分成 简单的分成 六个 长长的什么 就是 也 然后 i odros 六个 这里面 odros 指的也是 messes 这里面 这个odros 也指的是messes 其实在新加热语当中 找这个 纸带 非常的容易 就是 你就找上文 出现的 这不odros吗 复述阳性 OK 那你就算上文 找复述阳性 名词 是不是messes 把这个什么 分成长长的 这个六个 夜 六个月的夜 六个月的白天 OK la temperatura está casi siempre bajo cero 这个 temperatura 这个 气温 基本上 casi 是不是 基本上 总是 在零度 以下 总是在零度 以下 OK incluso el llamado verano llamado verano 这个所谓的 夏天 甚至 就在这个 所谓的夏天 也是一样的 llamado verano volar 这个 这个 就是 极圈的 极圈的 这个夏天 这个所谓的 极圈的夏天 也是一样 也是 也是什么样 上文是不是 提到了 bajo cero 是在零度 以下 OK por eso apenas derrite la nieve y el hiero 因此 几乎 不 apenas 注意 它是一个 副词 它是几乎 不 的意思 OK se derrite terredir 这个词 动词原型 我们等会 会着重讲一下 terredirse 这个是 融化的意思 什么东西 融化呢 la nieve y el hiero 这个 雪和冰 因此 雪和冰 几乎 是 不融化的 OK 我们继续往下 看 或者是将来的事情 进行一个 不符合实际的假设 如果说我们住在 离迟到近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住在 离迟到近的地方 那么 那么我们就会处在 另外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会处在 另外一个情况下 OK 这个Eguador 后面跟了一个 后面跟了一个 从居 这个Eguador 在地域从居当中 做的是 地点状语 所以关系词 使用的是 Donde 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 赤道这个地方 在赤道这个地方 Las estaciones 季节同样 是两个 También son dos 同样是两个 La seca y la lluviosa 这个 汗季和雨季 汗季和雨季 OK 就先往下看 En el ambiente cálido en la mayoría de los meses En el ambiente 在这个什么 大气里面 在这个 他们的这个 气候里面 cálido en la mayoría de los meses cálido cálido 是炎热的意思 是炎热的意思 在大多数的 这个月份 它都是 比较炎热的 La temperatura Apenas Apenas sube O baja Unos Cuántos Grados De una época A otra 这个 这个 这个气候 这个气氛呢 也基本上 不会上升 或者是下降 也不会上升 或者是下降 几度 从一个季节 到另一个季节 de su territorio ubicada al norte tropico de cáncer 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首先是一些 生词的问题 我们先解决生词的问题 Hemisferio Norte 这里面是 北半球 北半球 那OK 那个南半球 是不是 我们可以 举一反三了 Hemisferio Sur Hemisferio Sur OK Ladit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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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上北南 这就是 纬度 OK 然后呢 京度是什么呢 京度是 Longidu 能看到 京度是 Longidu OK 之后呢 再来解决 这个 Dropico de cáncer Dropico de cáncer 它这个意思是 北回归线 Gáncer是什么意思呢 Gáncer的本意 本意是 这个 就是癌症 然后呢 后来还有一个意思 是一个星座 星座 这个叫 巨蟹座 巨蟹座 OK 巨蟹座这个线 Dropico de cáncer 这个叫 北回归线 OK 南回归线呢 南回归线呢 它用的是 另外一个词 也是 同样也是一个星座 叫做 Gabrigor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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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版书写的 有点畅 Gabrigornio 什么意思呢 Gabrigornio 是摩羯座 用巨蟹座 来表示 北回归线 用摩羯座 来表示 南回归线 OK 好 那我们就 接着来看 接着来看这个了 中国呢 它这个 位于北半球 纬度10度到50度之间 纬度10度到50度之间 OK 刚才那一部分 通通都是 解释性定义重剧 到这 是一个解释性定义重剧 我们可以 先不看它 对不对 然后我们 就直接来看主剧了 就说 China tiene la mayor parte China 直接 就来 这 China tiene la mayor parte de su territorio ubicado 它 大部分 这个 绿度 是 位于 这个 北回归线 位于 北回归线 y 北 al norte 北回归线 y 北 OK 因此 呢 por eso es un país con clima esencialmente temprado excepto algunas zonas tropicales o subtropicales muy al extremo sur tanto de la parte continental como del área de su jurisdicción marítima OK 因此呢 它是一个 拥有一个 基本上是属于 比较温和的 这样气候的 一个国家 它是这样的 一个国家 OK 除了 除了 除了一些个 tropicales subtropicales 一些个热带 和 亚热带的地区 一些个热带 和亚热地区 OK 哪儿非常 热带 亚热带 muy al extremo sur 特别靠南的 地方 是热带 和亚热带 OK tanto la parte continental 既有 这个什么 大陆的 部分 como del área de su jurisdicción marítima 既有 大陆的 这个部分 也有 它 领海 的 部分 OK 它的 大陆 以及 它的领海 是不是 都特别 靠南 所以 我们 宣示 我们的 南海 主权问题 一定是 这个 已经 深入到 我们的 西班牙 课文了 OK 好的 这个词记 下方 jurisdicción marítima OK 我们继续往下 看 debido a diversos factores las condiciones climáticas varían enormemente a lo largo y ancho del país OK 在这里面 第一个 debido a debido a 就是 有雨 的意思 debido a 就是 有雨 的意思 我们上 这个课 讲到 gracias 是幸亏 有幸 主要是 感谢 的 比较好的 意思 OK devido 是一个 比较 中性 的意思 既没有 贬义 也没有 褒义 也不 感谢 也不 排斥 他 devido 就是 由于 由于 这个 诸多的 因素 这些 condiciones climáticas 气候的 条件 barriar 这个词 我们会主要讲 是变化 有变化 enormemente a lo largo y ancho del país 这个国家 东西南北 它的差异都比较大 东西南北 它的差异都比较大 enormemente enorme 是不是 enorme 大的意思 enormemente 大地 土野得 现在还分 土野得 白少得 和 双日得 好像还分 你家的地 得拖了 你家的地 得拖了 土野得 白少得 双日得 都有了 OK 继续往下看 大致上 OK 这个词组 叫做大致上 大致上 那我们把它考虑成一个 西加上单数第三人称的 五人称 大致上可以说 可以说是什么 一个 北部比较干燥 用soro 汗的 汗的 可能不认识 那没问题 和sego 对应的 对吧 sego 干燥的 汗的 潮湿的 湿润的 OK 就是 北部比较干燥 南部比较潮湿 OK 继续往下看 en el norte el invierno es muy frío 在北方 在北方 是非常的 是非常的冷 是非常的冷 冬天非常的冷 y dura muchos meses en los que la temperatura se mantiene bajo ferro OK 在这里面 然后持续 很多个月 OK 这个很多个月 这个mess 先行词 先行词 这个mess 在定语从事当中 它做的是一个 它做的是一个 同样也是 同样是一个 时间 同样是一个时间 OK en los que 在这里面 en los que 是一个 在前置词的 关系带词 我们管它叫 在借词的 关系带词 对吧 我们把这个 回归一下 就是什么呢 这两句话 如果分成两句话 就变成了 dura muchos meses 然后en los meses la temperatura se mantiene bajo ferro 在这个月当中 在这些个月当中 la temperatura se mantiene mantenerse 维持 自己维持 自己 自己维持 在 mantenerse 通常一般情况下 我们接的是形容词 mantenerse 通常加的是形容词 但是呢 借词短语 是不是和形容词的概念 是一样的 借词短语 也是可以的 通常维持在 在这个月当中呢 这个气温 是维持在 零度以下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en algunas zonas las constantes nevadas 在这里 constantes nevadas 在这里面 constante 它是一个形容词 这个不断地降雪 不断地降雪 lo cubre todo de blanco 把所有的东西 把所有的东西 都覆盖成了 白色 把所有的东西 都包裹了一层白 是吧 银装素裹 就这个意思 los rios y los lagos se congelan congelarse congelarse 是结冰 冻上了 冻上了 咱们这个 是吧 之前说过 冷冻 冷冻 叫 congelador 这个冰箱里面 冷冻 叫 congelador ok 这个河流和湖泊 就冻上了 y en esa superficie es tan breve breve que pasa rapidamente 是如此的 如此的短 完了之后 过得非常的快 ok singe 由singe引导的 这个方式 装语从具 由singe引导的 方式装语从具 我们说 从具当中 应该使用虚拟式 对吧 就是什么 la gente se de guanda 人们发现 就是 这个春季过得太快了 以至于人们都 没有办法发现 太快了 以至于人们都 没有办法发现 ok singe引导的 方式装语从具 使用虚拟式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后来 后来 明天很温 很热 之后呢 就来 这个 特别热的 这个夏天 特别热的 这个夏天 ok pues la temperatura alcanza a veces los 35 C 或 más 然后 这个 什么呢 这个 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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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吐 吐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 先不用 去考虑 alcanza los 35 5 注意在这里面 alcanza los 35 grados 不需要使用 这个什么 是不需要使用 这个 这次的 它是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 级物的用法 是一个级物的用法 到35度 到35度 Centigrado Centigrado 摄氏度 到35度 摄氏度 或更高 或者还会更高 ok listed 税 s� 通常会下雨 通常下雨下的更多一些 在七月和八月 OK, mientras que 开始做对比了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不表示和什么什么同时 在这里面表示对比 而 el resto del año 这一年的 其他的时候 apenas caen unas gotas 几乎不 caer unas gotas 在这里面 做的是 caer的主语 是 gota 一些个小水滴 雨滴 水滴 OK 在这里面做的是主语 而其他的 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就不下几滴雨 OK La mala distribución 这个分配 这种不好的分配 谁的不好的分配啊 Tela lluvia 雨水的不好的分配 Trae como gozun cuantia 带来了 这个什么 带来了 作为这个结果 带来了 fregantes seguidas e inundaciones 就是这种 频繁的干汗 或者是洪水 是吧 要下雨 就一下下特多 就给淹了 要不下的话 就一下好几个月不下 就干汗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课文 其实不是很难 主要就是一些个 单词的问题 主要是一个单词的问题 好的 我们继续看 还差最后一小段了 Sin embargo 是有力的 对谁谁有力 啊 谁谁 对谁谁有力 是啊 谁谁 很多的这种 古物的种植 对于很多古物的种植 还对什么呢 还对一些个 果树的种植 是很有力的 是很有力的 OK 这句话是不是 老生常谈的一句话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好 好 秋天呢 是收获的季节了 啊 啊 以保随的 啊 以保障的一句话 啊 啊 以保随的一句话 但是通常情况下呢 这个气候也不错 啊 通常情况下天气也不错 啊 啊 OK en el sur del país el clima es húmedo y caloroso 啊 在这个 哎 国家的南边 啊 在国家南边 这个气候呢 是 húmedo 啊 是潮湿的 啊 啊 caloroso 啊 炎热的 啊 Es una zona muy propicia 是一个特别的 哎 特别有力的这么一个 啊 哎 一个地方 啊 啊 Por eso 在这里 你看到了吗 西班牙人特别喜欢 在我们特别不舒服的位置 插入插入雨 OK 我们先不看 或者说我们直接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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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接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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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就变成了 Por eso 是 una zona muy propicia para el cultivo de arroz y de diversas frutas tropicales o subtropicales 啊 因此呢 它是一个 非常有利于 种植 什么的种植呢 arroz 荷 对吧 荷 荷 OK y de diversas frutas 以及 这种 多种 的 这个 水果 什么样的水果呢 drobicales subtropicales 亚热 热带 和亚热带 的水果 因为它这个 它这样的 一个气候 潮湿 炎热的 这样一个气候呢 所以它 对于这个 这个 大米 然后以及 这个热带 和亚热带 的水果的 种植 是 有 有利的 这里面 probicia probicia 其实你发现了吗 就和这个 favolable 是一回事 favolable 是一回事 为什么 在一段里面 如果说西班牙人 用到了两个 一样的词 就说明 就说明 它的这个词汇 比较贫瘠 它这个词汇 比较贫瘠 因此呢 西班牙人 他比较这个 注意 比较注意换词 OK 好的 这个是课文一 我们就说到这 然后我们等一下 过来看课文 就过来看单词